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乘方開方表的另外一個 進階一點點的應用 那你來看一下第二題 他說利用乘方開方表 查出下列各數的值 或者是近視值 那首先第一個 這個 第一個 跟號4.3 那4.3是一個小數 你在乘方開方表裡面 不會有這種東西可以讓你查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把它稍微做一點整理 化檢 這4.3 化成分數以後 就會十分之四十三 那上面開上面的下面開下面以後 它就會變成 根號四十三 然後分母是根號十 那因為要有理化嘛 所以上下同乘以根號十 就乘以根號十 上面也要跟著乘以根號十 它就會變成 十分之根號四百三 那四百三就可以查了 查哪裡 四十三的根號十 在這個地方 它就是根號四百三 所以我就知道說 它大約等於 20.7364 然後分母還有一個十 所以除下來就會等於2.07364 那這樣第一題就完成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第二題 根號 根號四二零零零零 四萬二 那這裡有兩個零 所以先開出來 它有一點十倍的 根號 420 那420 查哪裡呢 42 然後10 查這邊 所以 所以我就知道說 它相當於大約等於10 乘以20 乘以20.4939 那10乘以20.4939 就會等於204.939 這樣就完成了第二題 再來我們看第三題 根號 0.00045 哇 這個小數太小了吧 那沒有關係 我們畫成分數 十分位 百分位 千分位 萬分位 十萬分位 所以咧 這裡就是十萬 分之四十五 那我們要集滿三個零 才能換吧 那怎麼辦呢 我再補一個零給你 所以咧 它就會等於一千分之 根號 四百五 四百五就可以查啦 四百五就是四十五 然後十恩 所以我就知道說 它大約等於一千分之 二十一點 二一三二 那因為要除以一千嘛 所以就會等於 0.0212132 這樣就出來了 除以一千 好 這是第三題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根號 一九三六 錶裡面有沒有一九三六咧 有 這裡有一個一九三六 那這怎麼查 一九三六是四十四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換成是四十四的平方 那集滿兩個換出去 所以我就知道它等於四十四 這樣就查完了 也是 很簡單的做法 再來我們看一下 下一個 第五題 根號 414 表裡面有沒有四百一四 沒有看到吧 那怎麼辦 四一四 我們先把它指因素分解一下 用三 三一三 三三九 三八二四 再用三 三四十二 然後 三六十八 它等於三的平方乘以四十六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三的平方乘以四十六 那集滿兩個換出去嘛 所以它三可以換出去 變成三倍的根號四十六 四十六可不可以查 可以 在這裡 抱歉 在這裡 四十六在這 開根號在這裡 所以它大約等於三 乘以 六點七八二三 那我們乘啊 三三九 三二六 三 三八 二十四 進二 三七二十一 加二 每二十三 進二 三六十八 再加二 二十 所以二十點 三四 六九 這樣就是它的近視值了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一題 它其實也是查表法 但是呢 它是一個進階應用 就是你沒有辦法直接查 但是你經過某一些化檢 或者某一些調整以後 你就可以把它的近視值給找出來 這就是查表法的進階應用